苏院长抛出新台湾模式被认为就是走向病毒共存 而似乎这个论点也有和总统反复讨论过 上周蔡总统也有请找来卫福部和相关官员来开会 想请问当时开会最终决定的方向是什么 第二题想请教一下医护人员如果被匡列能继续上班 但要连续14天都戳笔裁剪也造成了医护的反弹 认为说与其要他们回去上班 还不如想办法从其他地方调人力 想请问指挥中心怎么看 谢谢 OK 第一个大概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其实已经定调 现在来讲就是走向经济防疫 病重的一个新模式 那苏院长讲的也是这个 那至于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模式到底怎么样来做 那昨天我有跟大家也报告过 那但最后 很多还有一些相关的细节 都需要在开会定调 那定调之后 我会跟大家来做报告 那总是我们的正常生活里面的积极防疫大概包含几个 一个在边际 要持续有效的管理 然后第二个 当然的NPI大家都要来落实戴口罩 请洗手 保持社交距离 那疫苗的接种要持续的努力 甚至要更多的一个鼓励 或者是有一些能够引导大家来打疫苗的方式 持续让疫苗的接种率能够提高 那药物的准备 药物的准备 然后第四个是要说的快速反应 那快速反应就是指的是我们现在自主应变 比如个人的自主应变 其实现在我觉得社会里面这方面其实也做得相当好 不过要持续的推广的让更多人能够自主来做 比如像我们看 昨天在屏洞的时候 那就自己的单位来通知 那然后马上通知 卫生局自己也做了快筛指扬性 那很快的把这个可能性找出来 那像我们现在更提供在本部里面 就包括企业机关 都可以把自主应变把它做好 那就可以反应得更快速 那未来在疫调里面 在追踪的一个方向里面 尽量让它慢慢的逐步跟自主应变两个交叉 然后变成是稍微的就是追踪的时间跟范围渐渐的来简化 然后再加上未来要科技防疫 然后在医疗量能的保存 医疗量能保存 像刚刚我们就跟大家报告我们现在的床数 那轻重症会将来持续的分流 那至于在隔离方面 尽量在在地隔离 那集中检疫所对于境外 移入的 尽量收在集中检疫所 等等的一些方式 那陆陆续续的相关的一些细则 我们会陆续的来公布 一旦定案之后 那至于有关于说 讲到这个医护这个 并不是指着说确诊的人要去上班 请把这个事情要讲清楚了